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建议,凡事别太用力 文章来自浅居,让我们一起来听 演员陈道明在《我的演员之路》中 讲到努力这样一个话题 他说,这个努力有时候是一个好词 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好词 容易让人变形 比如说,一扇门你轻轻推开 你会很优雅 当你推不开的时候 你努力推的时候 它就会变形 你的形体,你的心理都会变形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随着自己的境遇 随着自己的环境 应该清楚自己的所在 轻松一点地去执行自己的人生 诚然,人生不必太用力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时 大气晚成 努力不过度,姿态才会好 凡事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就好 事实做到有度,生活才能从容自度 而太用力的人生 往往是与愿违 甚至是一场灾难 一,凡事用力过猛 是一场消耗 作家吕白说 太用力的人往往太急躁 后劲不足 人生是长跑 不是百米冲刺 确实,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生命中重要的路 一定要慢慢地跑 如果一开始跑得过快 就会提前消耗毅力 最终无法到达终点 尤其记得几年前 刘德华计划连续巡回二十场演唱会 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 唱到第十四场时 他的嗓子发言 声音嘶哑 已经无法继续巡演 但他为了不让粉丝失望 坚持上台 最终因用嗓过度 唱歌失声 含泪暂停了巡演 身为一代天王 有的话本想对粉丝负责 却因身体透支 不得不愧疚退场 其实 无论多好的事 一旦过了头 就很容易被反噬 很多时候 说话做事 工作生活 尽职尽责就好 无需太过用力 心理学家 吉姆·科林斯 组织了三批人 走被称为美国大陆最长距离的路程 这段路程全长 3000英里 地貌复杂 天气恶劣 实验开始 三组成员分别制定了行走方案 第一组成员计划天气好时 快速行进40到50英里 天气坏时休息 第二组成员出发时 激情高涨 每天行进50到60英里 预计三个月到达终点 第三组成员 则是无论天气好坏 每天都必须行进20英里 五个月后 出乎人们的意料 只有第三组走完了全程 原来第一组太容易受天气影响 无法坚定的执行计划 第二组前期急于求成 太过用力 后来便没了动力 逐渐失去了斗志 只有第三组 规划明确 执行严格 有条不稳 最终到达终点 其实 无论做什么 不仅要有不被外界干扰的稳定内核 还要有不给予意识 持续前行的续航力 这世间并不是每一件事 都需要百米冲刺 当你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开端 虽能跑得快 但很难跑得远 就像古话讲的 太刚一舌 过强难久 人生要努力奔跑 但用力过猛是一场消耗 二 太用力的人生往往是于愿违 你知道穿针效应吗 实验员让人们比赛穿针引线 并为比赛结果设立了奖励 实验中 人们为了获得奖品全力以赴 但当人们太过于专注于比赛时 手就会止不住的颤抖 最终影响到穿针的速度 进而错失奖品 这就是穿针效应 当一个人越想做好一件事 越是用力 结果越是不好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相信你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为拿下一个项目 连续熬夜处方案 最后项目没拿下 人却先倒下了 为了养生 各种忌口 但养生没做好 营养却失调了 想要减肥 加大运动量 人没瘦 肌肉反被拉伤了 其实凡事都有度 一味用力向前 就会适得其反 曾在网上看过作家 吴淡如学习日语的故事 吴淡如看到同宿舍的室友 每天都会学习日语半小时 而且学得还挺好 便也想学习 为了能够赶超室友的学习成绩 吴淡如按自计划 每天学习两个小时 他认为 如果别人每天学习三十分钟 那自己都花几倍的时间去努力 一定会学得很好 不曾想 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太长 而且中间很容易 被其他琐碎的事情干扰 学业忙碌的时候 甚至还会没有时间学习 就这样 他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加倍努力 而赶超室友 反而放弃了日语的学习 而他的室友 在大学四年 始终坚持每天学三十分钟 最终学有所成 经此一事 吴淡如感慨道 很多事用力过猛 就太容易不了了之 不得不说 很多时候 你越是努力 反而越早偏离既定航线 人生当有追求 但追求太过用力 结果往往会背道而驰 生活就像一根皮筋 扯得太紧 就会断裂 唯有松紧适度 才能如愿以偿 走得长远 小窗幽记有言 世间万物皆有度 无度胜事亦枯海 凡事张弛有度 不激进 不偏执 才是长久之道 而太用力的人生 往往是于愿味 三 真正清醒的人 迎在适度 毁于过渡 用力取水 水就会从指缝溜走 只有温柔捧起 才能流住水 用力握沙 沙就会从指尖漏出 唯有适当松手 才能捧住沙 网上有句话这样讲 适可而止的贪婪 叫努力 适可而止的欲望 叫梦想 人生有度 好在适度 悟在适度 坏在过度 想要人生 赢在适度 不妨试试以下几点 一 凡事不激进 学会后激勃发 著名的荷花定律 告诉人们 荷花的开放 并不像其他花一样 百花齐放 而是在第一天 只开放一小部分 第二天 则会以前一天 两倍的速度开放 直到第二十九天时 荷花也只是开了一半 但是在最后一天 荷花会开满另一半 也就是说 荷花最后一天 绽放事前二十九天的 叙事待发 人生如是 我们应像荷花一样 前期不激进 叙事后激 而后薄发 要知道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懂得沉浅的企鹅 才能顺利到达 既定的彼岸 二 降低期待 专注过程 杭州烟运会上 全红蝉凭借水花消失术 斩获女子跳水金牌 得冠后 有记者问他 有没有说 一定要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时 他显得有些无措 不善言辞的他回答 不能这样想 肯定想站上领奖台 但不能说 一定要站上领奖台 你这样想肯定不行的 确实 年龄不大的他 甚至面对比赛 不能期望过高 而当他被问分数落后时 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回复 自己当时没有注意分数 主要还是想着动作 记者在追问 在最后一跳之前 调整了很多动作 当时在想什么 他也直言 想动作要领 透过采访 我们看到一个 只专注于比赛过程 而不是结果的全红蝉 不得不说 当你很想成功的时候 就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当你降低期待 心无旁骛的努力 反而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 三 拥有松弛感 保持自己的节奏 很喜欢人民日报上的这句话 好的生活 不是拼命投资 而是款款而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习惯了竞争 激烈 快节奏的生活 保持松弛感 成了很多人的渴望 却难以触及的人生高度 或许会对突然改变的计划 感到懊恼 对没有达到的结果 感到沮丧 对即将面对的挑战 紧帮神经 殊不知 很多时候 人在放松的状态下 才能将潜在的能量 释放出来 达到预期的成果 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 学着享受努力的过程 学会以轻盈的姿态 迎接未来 你要做的 只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拥有一份 但行好事 莫问虔诚的松弛感 人在游泳的时候 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 认为游泳一定要用力滑 才能游得快 殊不知 当你调动全身的力气 奋力向前充实 水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 你滑得越是用力 速度越慢 只有掌握相应的力度 才能如鱼得水般的 畅游水中 很多事情 如果不能适当松弛 反而步履为艰 毕竟 船行太快 不易掌舵 嫌崩太紧 容易锻炼 人生大可不必太用力 凡是力求竭尽全力 就会忘了初衷 失了忠心 努力就会失背功吧 正如人间值得里讲到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地接受每一天 一生就那么三文多天 你无需过度求满 因为水满则易 月满则亏 就像好的果话 都讲究留白 因为虚实之间 留白之处 才显一景之美 人生如是 凡事太用力 注定走不远 既如此 何不慢下来 缓一点 让自己不急不躁 款款而行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愿你我在风浪中 稳步前行 将日子过得 不虚不急 从容自得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